说到朱元璋,熟悉历史的人,首先想到的是乞丐皇帝四个字,严结乞讨,出家出家,称帝也打破了历史上皇族血统的底线,幸运的是,他并没有在人生的最低谷动摇,而是学了许多技能,为他后来加入郭子兴的团队奠定了基础,后来又成了他的女婿,从此声名雀起,发展壮大,推翻了元朝的统治,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,战争结束后,朱元璋还俘虏了当时许多蒙古人。 其中包括近十万名蒙古妇女,他是怎么对付这些人的纵横历史现实,品评时代人物。 欢迎订阅管陶解读,公元1368年,25万名军兵分两路进逼元大都,元军立战不敌弃城而逃,元顺对仓皇逃回上都,建立了北援,自此元朝对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,此战的胜利标志着长城之内在吴元廷势力,朱元璋本该应该高兴才对, 但是元顺对逃得太过匆忙,只带走了后妃、太子等家眷,却给明军留下了十万蒙古女子,朱元璋不是个心思手软的人,但是如何处置这十万蒙古女子,却成了棘手的头等大士,元朝统治,宋朝是个饱受诟病的朝代。 从北宋到南宋,好像是个塞外游牧民族都能跑过来踩一脚,倒不是说宋朝的文臣武将太弱,关键是宋朝的皇帝不顶事,没有捍卫国土誓死一战的决心和气势,软啪啪的没个脊梁鼓,纵观宋朝历史,看起来非常窝心。 金、辽、金、吐蕃等塞外民族,没事就跳出来拿捏中原王朝的,尤其是后来的蒙古,打到中原之后如入无人之境,一直把南宋小朝廷赶到了大海里去,你说窝心不窝心,不过话说回来,也幸亏贝尔止今,蒙哥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出了意外,让蒙古大军南下的步伐暂时停顿了一下,否则的话,估计整个东南亚都要被蒙古人给吞了。 至于蒙哥是怎么死的,众说纷纭没有定论,但是他的死却让蒙古内部发生了乱斗,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布哥都对蒙古大汉之位势在必得,于是相互之间展开了争夺,很明显,这哥俩都是脾气暴躁,但是嘴确很笨的人,靠语言交流,谁也说服不了谁,经常一言不合就干价,整整干了四年才分出了胜负,最终技高一筹的忽必烈胜出,忽必烈年轻的时候对汉文化很感兴趣, 坐上蒙古大汉的宝座后,就效仿中原政权的模式,于公元1271年建立了元朝,并将现在的北京定为元大都,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说,元朝是第一个外族入主,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,这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是难以泯灭的一抹重彩,可有什么说什么? 巅峰时期的蒙古人打江山是真的彪悍,但是做江山治理天下是真的不行,倒也不是说元庭统治中原期间一无是处,最起码在忽必烈时期还出现过治元之治的盛世局面,只不过,这个盛世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,在历史上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,因此常常被人忽略,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的时间,但却走马灯式的换了十五个皇帝, 尤其是自忽必烈之后,更是一代不如一代,近乎极端的残酷统治最终唤醒了元朝的掘墓人朱元璋,冥芒崛起,朱元璋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,别管后世对他的争议有多大,但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却足以震惊世人,谁能想象,一个穷到房屋片瓦,地无一笼,放过牛,要过饭,当过和尚壮过中,落魄到了只剩下了一条命的穷小子,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,竟然成了万里江山, 的主宰,按理说,穷小子逆袭,能够建立一番令人瞩目的工业,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就了,但是能够达到朱元璋这个高度的,在浩瀚的历史上,还真的很难找出第二个来,有人说,朱元璋天生就是元朝的掘墓人,这句话杂一听上去,似乎有些太过玄幻的成分存在,但是看看成长经历,还真就是这么回事,朱元璋小时候,家里穷的揭不开锅,连能过多久都不知道,更别说读书十字了, 那是想都不用想,公元1344年,老朱,朱元璋在外面讨饭期间,朝不保夕,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奇遇,但就是这几年的讨饭生活,却让他从一个白丁,蜕变成了一个近乎天才一样的人物,自从他投靠了儿时的玩伴汤河,成了红金军中的一员之后,就不断的在人生历程中,创造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,在军事上,朱元璋不可谓不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,没有学过兵法,没有读过兵书, 跨上战马就能帅步打胜仗,这种能力简直不要太神奇,而且他不仅自己能打仗,还能收服能打仗的将领,徐达,常与春。 汤河、冯胜、蓝玉等明初赫赫有名的战将,都心甘情愿围拢在朱元璋身边,好像朱元璋身上天生就有一股强大的磁场一样,能够把这些人牢牢地抓到自己身边,消弭后患,说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一个神奇的现象,明初的开国名将里面,好像就冯胜年轻的时候喜欢钻研兵法。 像徐达,常与春,蓝玉这样的人,好像都跟朱元璋差不多,属于天生自带将军基因的人物,而且,这些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,还都聚到了一起,这恐怕用神奇这个词就难以解,是得通了,似乎是某种力量有意安排的一样。 公元1368年,是朱元璋一生中的高光时刻,因为在这一年,他彻底完成了人生蜕变,这一年的正月初四,他在南京的南郊靖天即位,成了朱明开国的红武皇帝,同年八月,徐达,常与春率领的二十五万明军,以秋风扫落叶之势,攻占了袁大都。 标志着朱明王朝取代了袁廷,汉人政权再次成了定顶中原的大一统王朝,还是回到文章开头,那个问题,袁顺带留下的十万蒙古女人,朱元璋会怎么处置他们呢?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,朱元璋的处置方式令人拍手叫绝,仅用了一个办法,就彻底消弭了后患,他颁布了一条法令,将蒙古人也视为大明的子民,不追究他们的任何责任,但是只要在中原生活,就必须得写汉字,说汉话, 从汉移,而且最严苛的一点,就是蒙古人只能和汉人通婚,本族之间不许联姻,无论男女,但有违反此法令者,仗八十,收官为奴,很多蒙古人,不太习惯汉人的生活方式,想要返回草原去也没问题,出关的大门是敞开的,随时都可以走,而且不会受到任何阻拦,刁难和惩罚,袁顺带留下来的大包袱,就让他用这条法令轻松处理了,绝大多数蒙古女人都愿意, 留下来,因为他们在草原上没有地位,也不想再回去塞外受苦,就遵守法令,继续在中原生活,那些回到草原的女人,也成了朱明王朝的宣传大使,大肆宣传中原王朝积极正面的形象。 有人说,朱元璋玩的这一手简直妙不可言,不仅彻底让蒙古失去了反抗明朝的力量,还收买了民心,促进了民族大融合,朱元璋不愧是一位明君,他采用了柔性的手段,让马选择的权利交给蒙古的女子,如果这些女子想要跟随自己的民族,一同离开中原大地,那朱元璋也不会对此阻拦,但是想要留下来的蒙古女子,必须要求其学习汉族的文化, 身穿汉人的服装,这样强制性剥夺民族感的要求,促进了民族的融合,我们都知道,中华民族其实就是一个融合的大杂汇民族,整个中国的发展史就是民族融合史,朱元璋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,几千年来有多少个少数民族都想融入汉族的家庭,汉族也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加入,让中华文化变得更加的丰富,所以朱元璋采用了古人的策略, 鼓励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通婚,这样一来,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,文明的思想前一幕化地传递到蒙古族的认知中,不仅如此,这种方式还可以让其的民族意识减弱,因为他的丈夫儿子都是汉族人,那么他肯定也会站在汉族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,其次是因为在长年的征战之下,汉族人的人口锐减,现在急需要提高人口的出生率,而蒙古族的女性主要是不错的选择, 他们身材体型或多或小的影响了汉族的基因,这样未来的后代能更加健壮,高大,不仅如此,这样的通婚政策还在右翔蒙古人,因为蒙古和汉族是敌人的关系,可是这样的怀柔政策却降低了蒙古族的士气, 一想到自己之前毁灭人性的作为并不会得到报复,他们也会产生放弃抵抗的想法,因为在朱元璋的眼里,民族报仇其实并不是重点,民族融合国家的稳定才是他真正的目的,只要蒙古对明朝的威胁渐弱,那么就有利于国家的统一,了解到以上我们可以看出,蒙古族和汉族对处理民主矛盾之间的不同,蒙古则是选择了排除一己的方式,采用高高在上征服者的手段压迫当地的居民, 而汉族则采取了怀柔的态度,接纳一族,从文化和思想上瓦解他们战斗的意志,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,但也有人觉得,朱元璋这一招很残忍,这是要把蒙古给完全给同化了的节奏,可不管怎么说,朱元璋不是个慈悲为怀的人,没有大开杀戒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 你认为呢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